我们继续跟赵春山教授来谈这一次大陆军机越过中线 他的政治的含义 赵教授 很多人现在在看96年台海危机 觉得在当时其实后来美国派出两艘航母 其实基本上是威吓住整个大陆的想法 但是现在二十几年以后 现在情况有很大的变化 第一个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的紧张态势是在升高当中 这跟在二十几年前美国还期待能够争取中国大陆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大陆本身它的国防军事能力也在提升当中 这个情况会不会让大陆会觉得 我们有把握打一场局部性的战争而且能够打赢 这两个因素加起来 会不会让现在冲突的情势会更难以控制 两边的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 这当然会让大陆方更有信心 所以习近平强调战略定力之外 他也特别说要战略自信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说习跟过去的领导人有点不一样 因为他有他的某种 你不要说时间表 但他有他的议程表在里面 因为他提出了两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阶段 一个建党一百年 一个建国一百年 这是摆在那个地方的 所以他一定要按照他的时辰来做 那么过去就是我想解决台湾问题 以前邓小平讲过了 90年代或者90年代以后 他们并没有一个跟他的整个内部的政策 就是内政方面的来接轨的 来对接的 那他现在 比如过去邓小平讲 我们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但现在习近平在讲 他说我不能让你台湾问题影响我的工作 这个逻辑上是不太一样的 以前说我把我的工作做好了 台湾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现在说我没做好 可是你影响我的这个整个这个schedule 整个议程那就不行 所以这个情况是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的 那当然你刚才提到的力量对比 各方面不一样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 这个习目前大概就整个这个情势 他能够控制了 所以一个强人他有个好处 我们常常讲一个强人 他好处在哪里呢 他可以震得住 比如说这民族主义情绪 他可以把民族主义情绪压到 不要变成一个民粹 他有这个能力 可是另外一个 他一体都两面的 另外一个角度在 在民族主义这个情绪作祟之下 也是他来动员群众一个非常有利的工具 所以他有时候是两面的 那我们现在就是不要碰到他另外一面去 不要碰到他一面去 所以就整个情势来讲 我个人是觉得是比过去要96年过去要危机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除了刚才之外 就是我刚才提到美国现在 因为你中国你只要越越崛起 那么双方进入这个休息的陷阱 越离就越近 这必然的 那么这些 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目前这个情况的发展 令大陆方面他觉得有点食不我语的感觉 那么现在已经 我刚才特别强调 过去任何 包括李正辉在内 包括这个陈水扁在内 没有一个在任的一个行政官员 首长会 明明白白告诉你 我就是搞态度的 你就要北京方面的情何以堪 所以他预期 你这个台湾目前这个情况 只有会越来越走远 越来越走远 所有这个选举 几乎都环绕了这个统突议题来 那么在台湾 基本一国两制 或者什么 连韩国瑜都说我要反对 一国两制 他一定要表态 变成这样 所以他因为觉得这个时间 可能要 必须急迫地要处理 这方面的问题 这是我比较担心的地方 所以你刚才要 比较以前的这个情势的话 那么我想这里面是 目前情况 我认为比95年的 96年的情况 还要来的严重 另外一个 我们也看到大陆 就是从1月2号 习近平的那个讲话以后 开始推出 就所谓这个 两制的台湾方案 这个现在目前 有很多讨论 当然这个 有人讲说 这个是整个大陆 对于台湾的统战工作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目前对于 两制台湾方案 您知道就是 有没有一个确切内容 因为现在有不同的学者 都在谈这个事情 这些谈的有没有代表性呢 还是说目前其实 这里面 不是一个很确定的一个情况 里面还是有很多 很大的弹性的余地在 主持人这个问题很好 我想习五条 你刚才讲习五点 习五条出来以后 就是讲话完了以后 各个方面的反应都不一样 那我的了解 这个习五条 它又有两点 一点就是说两制台湾方案 另外一个是民主协商 就大陆方面来讲 就习来讲 你看它五点里面 全部都环绕了 五个 就是五点都是离不开和平 五点都离不开统一 所以你可以从这样看 习五点 习五条也好 它出台以后 整个对台政策目标 就是触统了 就是触统 那么过去是还要反途触统 现在就是以触统为主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这两个东西 方案也好 这个民主协商也好 都跟触统有关 那在大的方面呢 你刚刚提到 第一个两制的方案 他认为他是善意的 就是说他本身 没有提出任何的内容 他要你来提出 意思就是说 我了解这个情况 你们不喜欢一国两制 因为你认为一国两制 就是港澳模式 那么你台湾不是港澳 好 那我现在不是港澳 那你就提出你要什么模式 在他认为是这样 那要什么模式呢 我们就可以来商量 这是他的这个想法 那前提是和平 可在我们的看法在哪里呢 就是说 他把这个一国两制的方案 是建立在一国两制为基础 可是一国两制呢 是统一后的 就我们来讲 应该是统一前嘛 他是统一后 换句话 他是放在82年宪法里面 当作一个特别行政区 所以重点还是那个国 你那个国 如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话 那就是说 一国两制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底下的两制 你有什么要求 你来谈好了 你在我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屋顶下来谈 那就没得谈了 那就没得谈了 但如果你那个国 你不定 就像九二共识一样的 那我们按照我们的宪法 我们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其实是一国的 是一国的 但是那个国是中华民国 所以这里面就差距在这里 对方没有讲清楚 一直避开 但是对方像王英金讲 去主权话 难道不是对方的主张之一吗 我目前唯一的看到是 他提到这个问题 因为你如果提到这个问题的话 你就完全没有善意了 对 那比以前更加的糟糕 对 你连这个 一中各表的那个 余力都没有 都没有了 但是我看习的讲话里面 我没有看到这个东西 所以我想这样 还要进一步的去 大陆跟他们了解 因为官司王英金几个 其他人我都没有看到他们有这方面的东西出来 那你 王英金提到了 比如说这个民主协商 这个我想 觉得不应该是习近平的意思 因为他的民主协商里面 特别强调一点 就是说 你们来谈 那最后 要我决定 那是标准的民主集中制 这个情况谁会跟你谈 就是说 你尽量谈 就标准的民主协商 这个集中 这个不是 我想应该不是 习原来这个北意 因为他上面提到了 民主协商里面 讨论什么问题呢 是讨论和平发展的问题 你要注意一下 而且他是丰富 这个字很重要 他说丰富 你这个提案 原来案子 所以他并没有 你马上定了个调子 如果你定个调子 你刚刚提到 如果定的调子就这样子 那就没得好谈了 所以我们现在对一国两制 一直反对反对 大家都怕一国两制 但你有没有人 仔细去研究一下 其实现在 如果按照中华民国宪法 那么对岸 如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目前就是一国 而且不是两制 是是是 是好多制 好多制 因为80年代的时候 邓小平提出了 一国两制的时候 是资本主义制度 跟这个社会制度 谁都不会吃掉谁 现在大陆 你敢讲 他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吗 他自己都说了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他的经济 难道只有是 社会主义公有制吗 他不是 他是多种成分并存 是不是 还有集体所有 全民所有 还有私有 私营经济 还有个体 他现在已经三支 他现在已经不是一种制度了 那台湾是一种制度吗 我们现在台湾是资本主义制度吗 我们里面 这个民生主义有 很多很多属于社会主义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你不能再用两制了 要与时俱进 那是80年代提出来 那我们应该从这方面来跟 但现在就是说 一国两制 我绝对不接受 我怕 如果一国两制 是中华民国的 按照两岸的这个人民关系条例 两个地区 实际不同的制度 那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再问你 就是说政治协商 上海现在最近张念慈 他们也提出一个说法 说最后协商出来的结果 可以经过台湾的立法院 民意机构通过 甚至不排除可以用公投的方法 让台湾人民来做决定 这个是 你觉得是大陆可以接受的呢 还是他个人的一个意见 我想应该是他个人的意见 所以大陆不会开放到这个程度 因为念慈兄他基本上 他是 可以说是对台湾方面 他相当的友善 他有时候提了很多问题 能够站在台湾的立场来思考 但是我想我很少听到 大陆方面会 因为他们最不喜欢就是 这个 公投 最不喜欢公投 所以他提出个公投 当然我乐观其成 我赞成他的说法 因为你如果站在台湾的民主程序的话 也比较能够行得通 可是我不相信大陆会接受到这种程度 我想应该是他个人的一些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有没有可能这个 我们说如果是要政治协商的话 这个是台湾的条件 您觉得这个是可以成立的吗 可以 我认为现在不要对方一提出什么案子之后 我们就完全就 我们就把它否认了 完全把它否认 因为你要了解他提这个案子的动机 去动机 你比如说像过去最明显的 我认为九二共事是个最好的东西 模模糊糊的 你看我们在新加坡 你也知道 就是九二共事 你都不要 王毅提出宪法说 你也不要 那么过去我们提国统纲领大陆也不要 所以很多机会 少中及时 所以你现在大陆提出这个案子出来 你应该了解 我们可不可以提出一个 不同的方案出来 你有你的方案 对不对 你要民主协商 我也提出我的方案 那我们现在目前是不研究 我们要想要什么方案 而是反对对方的方案 这个做法我觉得是 应该是背道而至 现在的陆委会的立场 基本上不仅是 完全就否定这个一国良知 他也反对大家去谈这个事情 当然从某个角度来讲 这个也许是他们担心会被统战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这也完全的把这个目前 能够谈的这个可能机会 就完全关掉了 你是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就是两种 因为你过去你一个生 你晓得过去就是谈判代替对抗 谈判代替对抗以后 你就是整个打开了 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大门 整个国际形势都发生变化 我想大的环境来看 那两边也是一样 就两种可能 一种谈一种就是打 一种是和平的方式 一种就是输入武力 你台湾现在是没有能力 来采取第二种方式 对不对 我们地方又小 幅员又小 而且要军备竞赛 我基本上我是觉得浪费那么多钱 搞这个东西是没什么意思 对不对 只是嚇阻的功能而已 那只有谈 你如果完全不谈 那个结果是什么呢 你结果我们再回想一下 过去金国先生的那个三部 后来他三部到了开放 到了李登辉这个执政的时期 在某种程度 他是被整个社会力量推的 当然人道的考量是一种说法 但是基本上你再回想一下 当时这个解除界 尤其是开放大陆探亲 是对岸 79年那个告台湾同胞书 是对岸他先采取主动 改变了两边这个态势以后 我们紧接了我们这边 那个时候有所谓党外的力量 跟老兵返乡整个都凑在一起 所以当时蒋经国在这样的一个状态 金国先生 他是被迫 那么走这么一条路 那被迫走这条路里面 就有很多配套措施没有准备好 我特别想要 敌呢 有呢 老百姓走在前面 政府走在后面 这就是常常就没有预先的规划 造成那个结果 到现在为止 老百姓一直在问 为什么两岸民间来往这么密切 两边的官方到现在还是水火不容 这是什么道理呢 所以这就是在整个规划的时候 你如果有预先规划的话 你会有一些防范 一些措施 到现在还是这个 用说敌我不分嘛 敌我意识模糊嘛 这个问题 所以我是觉得还是需要做一些这个规划 不要人家一个案子 你马上先就全部都know 那跟过去也没什么 我们到现在为止 几乎都是否定 我第一次看到 比较肯定的导致 这个蔡英文总统 前一阵子 从这个三不会 四不会 到了四个必须 这个是 那以前都不是这个样子嘛 我第一次看到 他必须要 我必须要如何 以前包括这马英九 总统时代 他也是一样 不同 不独 互不承认 互不 你总是看到个 不子在那个地方 那么讲英国的时候也是不不不 你很少看到我要怎么样 你提这个案子 OK 我提这个案子 你看得怎么样 我们永远就回答对方的答卷 永远没有给对方的这个卷子 让对方打一打 这两边的事情 是不是 你看现在这个问题在这个地方 有谁提出来 接受一国两制的人 你告诉我 有没有问对方 那个国使之下 中华民国有没有 有没有包括中华民国 你怎么处理中华民国 你把问题像星期一演讲 最麻烦就是处理中华民国 对 这个麻烦的问题 我们认为不是我的问题 中华民国不是我的问题 是你的问题 那么你要怎么处理 现在老师我们在回答问题 我们在处理问题 我觉得这个态度 这攻守之间 我们常常都是猜拒被动 我最后想问您 就是您参与这个两岸 也是二三十年了 不知道二三十年了 二三十年 那个我知道最近 您也在写您的那个回忆录 有没有什么感想 就是最后这三二三十年下来 现在还继续的在做这个事情 那觉得这个空间是越来越小呢 还是说您还是抱持着这个希望 有可能能够有一些 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这个事情 我没有在写什么回忆录 因为我小人物 我这就是把过去的一些 我接触的感觉 能够观察 能够提出来 将来给别人作为参考一下 留下一点这个记录 我给人家参考 那我只有最后 我写了半天我就觉得两岸 你再多论述没有用 论述再多没有用 重要是互信 互信 你有互信跟没互信 真的差太远太远 这个有互信的时候 就算你有时候 不经意的惹脑了对方 但是因为你有互信 都可以淡而滑之 你没有互信的话 你即使表现出你的善意 最后也是结果变成一个恶意 你比如说现在有 当年陈水扁时代 你也知道 要请这个胡锦涛 或者请谁来金门喝个什么茶 你可能是善意的 就像最近苏贞昌 好像也是要请对方 你是善意 但对方认为你在 根本在吃豆腐 对 这就是一个互信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研究半天了 我现在觉得这个问题是最那个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结论很简单 我认为两岸 现在就是要 这个合则两利 合则两利 整个大的环境跟小的环境 大气候跟小气候 你如果分就是两害 而且我认为现在已经没有说 讨论你如何分的问题 现在是要讨论你如何合的问题 那么有两个字 一个就是和平的合 一个是合作的合 就是中国的所谓的和合哲学 我意思就是这两个东西 一个讨论和合 另外一个就是 我刚刚特别提到的 就是双胸要有护膝 今天非常谢谢 赵老师到我们节目来 跟我们来谈 他对最近事情的看法 谢谢 也谢谢各位观众收看 我们下次见